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消費者在黑色星期五增鮮恐後瘋狂購買的情況 是否已經結束了? Sensimatic Solutions的新數據顯示 與2019年同期相比 今年黑色星期五零售店的客流量下降了28.3% 但實體店的客流量比去年增長了47.5% 當時很多購物者因疫情而留在家中 然而 消費者並沒有以網上購物代替附近的Best Buy或Target等商店 根據Adobe Analytics的假日購物報告 黑色星期五的在線銷售額走次下降1.1% 降至89億美元 購物者是否等到網絡星期一才購買最新的小工具或服裝呢? 不完全是 網絡星期一的購物水平 亦比去年有所下降 Adobe報告稱 互聯網收入同期比下降1.4%至107億美元 這個亦是一年中最大的購物日之一 首次出現銷售額下滑 行業觀察人士認為 數字令人失望 但他們指出 今年消費者沒有將購物集中在感恩節前後 很多人早在10月份就已經買了禮物放在聖誕樹下 Adobe Digital Insights總監泰勒斯·萊娜說 由於10月份的早期交易 消費者不會在網絡星期一和黑色星期五等大型購物日等待折扣 其他市場分析師指出 大幅折扣的減少和供應短缺 可能會停止客戶在禮品上的花費 而原因是否僅僅如此呢 消費者是否感受到通貨膨脹和財務狀況的惡犯呢 美國的通貨膨脹已經不是什麼秘密 很多受薪階層應該都從他們的錢包裡面感受到這一點 10月份平均時薪攀升了0.4% 但同期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了0.9% 結果通貨膨脹抵消了工資的增長 更重要的是消費者的支出超過了他們的收入 10月份個人收入增長0.5% 而個人支出增長1.3% 此外自3月份大規模刺激措施實施以來 美國家庭的儲蓄率一直是持續下降 顯然美國人的債務增加了 消費者債務總額從2019年開始增長了8000億美元 即6% 這些趨勢在短期內可能對零售業 和更廣泛的經濟有利 但數萬億美元的私人債務是不可持續的 特別是當美聯儲局 無可避免地提高利率以對抗通脹時 這個與整個國家經濟狀況很相似 政府舉債來支撐疲弱的經濟 消費者支出 特別是通過點擊、插入和刷卡進行的支出 無法提供長期的經濟價值 不幸的是 海恩斯主義認為 消費是推動經濟的因素 而不是儲蓄 這個觀點幾十年來一直是事實上的政策 他們說 儲蓄不利於經濟增長 事實上 需求本身並沒有出現什麼問題 無論需求有多大或需求什麼 但需求受到供給的限制 如果供給減少 消費就會減少 大眾就會將本來用於消費的錢 轉為日後才使用的儲蓄 政府用人為手段振興消費 例如赤字融資刺激 和由歷史性低利率推動的廉價信貸 扭曲了經濟 並提供了只有暫時積極影響的震盪 可以說 消費者沒有錢了 他們依靠Visa或萬事達等信用卡消費 而這樣會對零售業 和美國經濟的健康產生長期影響 當借貸不再是負擔得起時 人鈔機無法在全天候運行時 公眾如何消費呢 德勤有限公司最近的一項調查發現 由於價格通脹猖獗 很多高收入和低收入人群 今年的聖誕開支更多 目前的狀況導致11.5%的人 在內心都成為了迪更斯不下的淪色鬼 放棄了在聖誕送贈禮物的打算 百分之五十四的美國人 在生活成本不斷上漲的情況下 靠身水生活 此外 大致相同數量的人 無法支付一千美元 以應對緊急情況 因此數百萬美國人 有理由在這個假期大叫 呸!騙子 本文由大紀元專欄佐 加安德魯莫蘭贊文 曲字卓編譯 今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記得訂閱、按讚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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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令 一些 依泡 功能 在